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ne 包薰萍 我在《信約我們的家園》裡面是飾演叫萬芷華 因為我們會穿越七十八十年代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時候 大概17到21歲的妝的整個造型 高腰褲 衣服一定要塞進去 然後我之前有參考過 看我爸爸以前年輕的時候的照片 都是差不多是這樣 頭髮是這樣 我是演Ian 還有Rebecca 還有Sharewee的哥哥 像不像大哥的風寬 我講話應該純一點 其實我是他們的大哥 我在戲裡面飾演叉燒師傅 對 然後 好笑的是因為拍我們這部戲的導演 是我們拍燒賣的導演 然後我跟燒賣呢 Ian是演那個切那個叉燒很厲害的 所以我跟他對調角色 我覺得我戲裡面對到最多的是 Julie還有Rebecca 所以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跟兩個很漂亮的女生可以對戲比較多 所以沒有公子之爭啦 就是跟美女之火花 看到Julie 我就想要你們在戲裡面有感情 對 對啊 你好 你好 我講一下她的感情 我們上一部演兄妹 是這一部演親戀 我們其實有講說 我也想要跟她告白 然後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她在那邊哈哈 她在那邊笑 我就受不了了 她含情夢夢看著我就笑 有沒有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對我們來說是挑戰非常大的 因為我們蠻眼神明的 對 我覺得導演要對我們特別的寬容一點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校長會蠻多的 當然我們是專業的眼神 對 我們 不允許自己校長太多 對 我們是專業的 其實自己校會這樣笑一笑 但我們在正式拍攝的時候應該會很認真 對啦 我現在盡量把她是我妹妹的那些事情忘掉 然後我看到畫的時候對她有一點害羞這樣 有嗎 有嗎 沒有啦 我們是用兄妹來稱對方 對啦 是一個蠻妙的變化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兩個來講會是蠻好玩的啦 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而且蠻有緣的嘛 我們 我們應該沒有開心心了齁 不可以講 不可以講 有嗎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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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 你們看就懂了齁 可是我很像跟Ian有 如果Ian有我也要這樣 所以是你跟Ian嗎 沒有 你們先然後到我們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share那個love有沒有 對 三角嘛 好 我就不吵你 我要去化妝 Bye 已經夠美了 別畫太美 我不要很美 大家好 我是張正環 在《信約我們的家園》裡面 我飾演的角色叫做炎逸生 他是一個非常可憐 經歷非常淒慘的這樣一個角色 因為正因為種種的經歷呢 他的性格方面就會比較扭曲 在戲裡面就是主要的對手戲是跟瑞恩 因為我跟他是青梅竹馬 後來我離開他一段時間 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然後我再回到新加坡 然後再跟他 再次見到他 然後他們都以為我已經死掉了 結果我又突然一下回來了 所以就給他的生活 帶來了很多的衝擊 包括他跟紅瑜所飾演的角色的 對他們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劇本快要讀完了 但是讀到現在的話我覺得 這個角色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角色 但同時他的發揮的空間也是蠻大的 很多內心的戲 而且有很多的掙扎 所以非常期待 今天做造型 然後期待著新劇的開拍 那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感動 沒有 沒有 是因為這個角色 他是屬於是那種很滄桑的感覺 對 所以是進入角色 Try to 對 所以就是說 是算是失敗了是嗎 因為 因為趕飛 我在Try to進入角色 結果 OK 蠻小 所以是跟瑞恩是有合作過嗎 還是 逆朝裡面有一場 也就是最後的那一場 劍拔怒張的 我綁架他 跟明順大哥對峙的那一場 但逆朝的時候那場戲 他有給我一些提點 然後有幫到我 就是在看著我在現場的一些 好像對戲的過程 他會給我一些提點 包括剛剛他有跟我聊 剛剛拍合照的時候 他講說是要加油 因為這部戲真的是一個 會有壓力 但是是一個很好發揮的角色 然後他又跟我分享一些他的想法 對 然後 對我讀完劇本 或者邊讀邊 邊想 然後邊消化 對 然後 所以也是很期待 跟他算是比較正式的第一次合作 你會這樣嗎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這樣 剛剛那個是因為 對不是那個搭建的那個嗎 是因為是沒有 還沒有交流到什麼 剛剛因為我做完頭髮 然後趕快化妝換衣服 就過來拍 然後 你會嚇到嗎 因為我也有猶豫 但是因為我們之前在外面有拍 拍了之後 因為這邊講說是好像 涉及到一些訂婚的這樣一個照片 所以我在想 我也想說 因為外面我是沒有 我沒有就是 後來我想說 嗯 要不要揣一下了 人就完了之後 人就反正就是也是有拍兩個版本 對 是 今天大家一定要記得收看 信約我們的家園